对Smartphone感兴趣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李永谢 8月10号有了小米的发表会 有意思的是 小米在三星发表会一天之前 举行了他们的发表会 这几年 小米一月而进入行业商城行列 前几天有一个新闻 小米在全世界手机占有率获得了第一 那我们看一看 小米这次发表什么样的产品 他们时隔三年公开 高级手机Mimix的新产品 和小米平板电脑 Miped系列的新产品 特别是 就拿Miped来说公开之后 在韩国网上 三星的Galaxy Tab被批评 被骂 首先我们看一下Mimix 4 最重点是CUP全面屏 Mimix 4是小米首次 在荧幕里面搭载镜头 一般来说这叫做UDC 可小米把它叫做CUP 如你所知 这个技术不是小米世界首次的 而是别的大陆公司搭载的是 世界首次 可当然评价不好 其实小米从五年之前开始研究这个技术 你看第一代和第二代镜头 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PPI很低 可第三代成为400PPI 镜头几乎看不出来 那问题是 拍照片 基本上光线透过荧幕到达镜头才能拍照 那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首先小米研发微转排列 为了光线穿过荧幕 在镜头前面的上速变小 光度提升了 这叫做Micro Diamond Pixel 然后让电路这样挪动到桌边 小米再设计独特电路 最后为了增加CUP的透光率 把透明影线由直线改为波浪线 所以可以控制透明影线的影射减小 自拍成像的问题 我刚刚提过小米CUP的上速密度是400PPI 他们说这样库大画面也很难找到镜头 前面是20MP 拍照的话 AI可能会提升照片的色彩和细节 这是小米所持的CUP 所以我认为照片的品质不是那么好 这是FHD 30fps的视频录制 Display是它在6.67英春FHD Plus AMOLED 我找不到AMOLED是那个公司的产品 一般来说小米在7000手机用三型的AMOLED荧幕 这个我不太清楚 支援HDR 10 Plus和Dolivision技术 500万对1对比度 也有Troton功能 120Hz更新率 480Hz Touch Sampling 最大亮度是800Unit 荧幕里面它在支援识别센서 在发表会上没有提到防水防程的情报 在网上写着IP53 而且不支援SD卡 前面是Gorilla Glass Victus Sound是Stereo Speaker 被三型的哈曼卡通调音 支援Hi-Res Audio和Hi-Res Audio Wireless功能 不过没有耳机控 重要的是手机的款式 对不对 这是小米所发采用极箭设计的 Unibody全陶瓷机身 比较轻30% 可重量是225克 这是一个比较重的手机之一 确实后面的相机很大 色彩是白色、黑色和灰色 AP是全世界首次搭载Snapdragon 888 Plus 我们都知道Snapdragon 888的法热问题很严重 所以详细到888 Plus 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或者怎么控制 散热能力出色 总散热面积更大 采用减重50%的 最新十末吸进热板 看在均衡墓水上的温度 做SNS聊天 或者看视频等等 跟888相比 温度3度到5度更低 在120W高速充电当中 也不超过37度 电池是4500mAh 那个充电速度真不简单 支援120W高速充电 在默认墓水上 到100%需要21分钟 在急速墓水上 在80%需要10分钟 到180只需要15分钟 快是快 我有点担心有没有爆发的危险 而且无线支援50W高速充电 在默认墓水上 到100%需要45分钟 在急速墓水上 到100%需要28分钟 这也是很快吧 照相机也是很重要吧 都有三个镜头 180MP的主镜头 采用三型的HMX Image Sensor 13MP的超光角 支援5倍光学边角的8MP 前望式长角 三个镜头都有支援OIS功能 这是8K24F视频录制 小米采用的180MP 再也不吃惊的事情 小米特别喜欢这个镜头 照片是这样的感觉 品质好像很好 5倍光学边角的8MP 长角的照片 是这样的感觉 而且就拿超光角来说 以120度来拍照片 传统的超光角 产生20%的激变现象 可Mimix 4的激变现象是1%左右 超光角的照片是这样的感觉 又有一个有趣的功能 假如手机丢了 或者被小偷偷走了 中国大陆陀佛应该会很多吧 不输入密码 不能关机 没有办法强行关机 而且播出SIM卡 也在网上记录手机的位置 如果手机换 别的SIM卡不能用 把我的SIM卡换到 别的手机也不能用 换句话说 我丢了我的手机 别人不能随便用 我的手机和我的SIM卡 最后最重要的价格是 最便宜的RAM8GB 128GB是人民币4999元 最贵的RAM12GB 512GB是人民币6299元 换台币21500到27000左右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价格 不过想一想 小米有MI Ultra系列 在这个情况下 有买Mimix的理由吗 性能也不错 价格也合理 可我认为Mimix的位置 有点暧昧 下次是我真的期待的 Mi Pad 5系列 这次公开的 Mi Pad 5的款式 键盘空笔 就让我想起来 一个特定的产品 Mi Pad 5是 有两种一般和Pro 首先两个都搭在 一样的萤幕 是2.5K IPS LCD 大小是11英准 比例是16对10 亮度是最大500nit 支援Dolby Vision HDR10 这不是Plus 更新率是120Hz 也支援True Tone功能 这天小米Mi Pad 5跟iPad Pro 11英准进行比较 其实就拿性能来说 Mi Pad 5的性能比iPad Pro 11英准确实有的部分 解析度和像素也更高 色彩的表现力也更好 不过我不知道实际用的话 确实好不好 对平板电脑来说 重要的功能就是Multi-Tasking Mi Pad也可以做两个作业 当然不知道实际用的话 反应多么快 多么舒服 在影片上做得不错 以Pro为基准 厚度是6.86毫米 重量是515克 小米说这是轻壳 Galaxy Tab S7 WiFi的重量是498克 iPad Pro 11英准WiFi是466克 超过500克是一个重的 电池是以Pro为基准 大载8600mAh 跟别的平板电脑相比 电池非常好 联系完原生6个小时 连续看视频17个小时 米Pad 5 Pro支援67W高速充电 而且Pro搭载8个 Speaker 再加上支援 Dolby Vision 米Pad 5搭载4个 Speaker 一般4个 Pro 8个 Speaker 很棒 平板电脑没有键盘的话 有点不舒服 所以小米公开键盘和空笔 特别是小米空笔也是 直提方式 可以使用连续8个小时 键盘的价格是 人民币399元 台币1700左右 空笔是人民币349元 台币1500左右 小米说用空笔写之后 反应速度也很快 写的感觉也不错 不过我认为 买之前一定要亲自用 亲自写之 然后决定买不买 可平板电脑有펜色的话 会提高生产效率 整理一下 米Pad 5和Pro的Display是 2.5K IPS LCD 120Hz更新率 支援Dolby Vision HDR10 完全一样 不过Pro的AP是 Snapdragon 870 电池是8600mAh 支援65W高速充电 8个Speaker 照相机的性能也更好 有支援识别 RAM是6和8GB 出售容量是 128和256GB 米Pad 5的AP是 Snapdragon 860 电池是 8720mAh 支援33W高速充电 4个Speaker 没有支援识别 RAM是6GB 出售容量是 5系列的性能也不错 合理的价格 确实有竞争力 我个人认为 有点可惜的是 实际使用的话 11英尘 确实携带方便 可有的时候 想要更大的大小 所以我希望 12.9英尘的 米Pad系列 到这里 小米发表的 Mimix 4和 MidPad 5系列的情报 我觉得小米的手机 我不买 可有很多 有趣的内容 其实我不知道 Mimix的 魅力 MidPad 5呢 在韩国发售的话 应该会受到 很大欢迎 我现在才了解 为什么Galaxy TEP 被批评 今天也感谢 看到我的影片 下次再见吧 拜拜 谢谢啦